大家好,我是齊哥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邀請到我的老師傅 尬包尬包 可是今天尬的不是中文版環境 是日版的禮盒 皮卡丘禮盒 但是我們中文版10月9號也要出這個 一模一樣 應該基本上內容物會是差不多 為什麼齊哥會買這個? 因為齊哥非常喜歡裡面的 單地的卡套跟卡盒 超帥 太帥了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買不行 我對我自己這個尬包是沒有太大的期待 因為中文版也會有了 那到時候齊哥是必須大數據一波 今天有兩盒在這個裡面 我想說就找芒果來尬包一下 畢竟上一次我們的寶可夢日的尬包 觀眾們是投票你贏 對 所以今天齊哥算是來一個復仇之戰 那我們就準備尬包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 套卡盒 哇這個很漂亮欸 幾句話 超大 你說我怎麼 超大 哇這個開起來吧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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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們看 這個太優質了吧 這個單地的卡套 哇賽 這個卡套跟卡盒我覺得值得 冠軍的象徵 齊哥的象徵 是啊OKOK啊 你就用啊 裡面還有兩盒 現在沒有辦法去日本可以看到日版的東西 算是非常的新鮮 對沒錯 因為齊哥是蠻懷念那時候可以去日本寶可夢中心去購買的時候 那我還是要謝謝芒果幫我買 那我們就尬包吧 開始喔 那我們賭輸的要幹嘛 輸的就東西出不送對方啦 好沒有問題 那齊哥就開始囉 不知道日版的配率有沒有保底 一盒有沒有保底 保底會有一張S啊 那如果有金卡的話 可能會有爆配 哇哇哇哇哇哇 第一張就這個 踩鬥 這鬥戲專用 這個是老爹喜歡的 超級強 哇 丟五張牌嘛 有能量的話可以貼到鬥戲寶可夢的身上 巨炭3直接搶 對有可能 欸那芒果我想問你喔 中文版這次更新的這麼快啊 你認為對環境主流是否有影響 這一張各位 這是皮卡丘 皮卡丘對不對 等一下應該抽得到 抽到各位講真的太強了 哇賽哇賽 馬上皮卡丘 木龍跟收 這就沒什麼用啊 特水 特水可以打那些攻擊附加效果 我覺得還OK 這張很酷 這張只要在場上的話好 所有的特殊能量 全部都會變成一顆五色能量 超酷的 所以我們彩虹極光 全部都沒用了 可是要進入到二階 我覺得有點難啦 保底SR 各位觀眾正 哇哇哇 皮卡丘 好可愛喔 皮卡丘也上過 超可愛 超可愛 我贏了啦 換我喔 沒事啦 先盾見怪 OK 其實我比較想要全圖單地 單地有 開一張 你開全圖單地不用給觀眾權 我自己就認輸了好不好 是 我覺得什麼彩豆啊 那些都贏 樹莉娜全部都贏 哪有人物就贏 你最近是歐洲芒果還是非洲芒果 好歐喔 先盾見怪 一組 一組欸 哇賽 剛剛講說你看他的招是 打120 可以揪到身上的 全部的能量多150 那你看270 欸 好像全部的VMAS都是打270 但是因為電系有電針 喔 因為電針沒有退環境 對 但我們周圍板是沒有退環境的 它是可以打到300多的 就唯有它而已 唯一的缺點可能是 它沒有像舊版的提前 是打完之後可以填三顆能一樣 喔對 對不對 所以可能有出新的填能的方式 喔各位 噴火龍 哇 喜歡噴火龍的有福了 有福了 小人排這台噴火龍很強 有點像是之前的 竹蘭跟獵獰露莎的概念 就是他們跟支援者的搭配 你看這邊有一個單地 你看看超帥的 等一下抽到單地 再跟你們講可以搭配它的東西 齊哥目前的配率是 直接打爆芒果的東西 真的 欸我怎麼都沒有東西啊 哇 奇怪 我的寶椅還沒出還不算出 頑皮雷彈 自爆喔 對方抽到獎勵卡 然後會從牌組拿 兩個基本電能量 衝到你這個電系寶可夢 就是等於你送對方一張獎勵卡 但是可以充量 可是充量呢 有可能一回合把人家全部殺掉 而且還有小米明 大家手貼電針 直接秒掉VMAS 太丟了 因為這個寶可夢突然冒出一個這個 單地的話 是世界最強 最遠嗎 我本來一開始其實 是沒有到那麼喜歡單地了 直到後來我發覺 鬥話啊 不管是什麼 月初我發覺這個單地 這個形象龍太帥 尤其是各位有去看 姓的影片的人 就知道 單地是以前我們 就是我們的志祺 我喜歡這種設定 我是姓的中心 一個目標 欸這個 蠻果牆嗎 有路譜喔 它是 志祺最愛圖章的 有了 全圖各位1 2 3 呃 沒事啦 抱歉沒事 雜摩費費 這個也是服務商的 各位 打200後面全場打30點 欸奇怪 我怎麼又出單地啊 單地咧 有沒有 哎唷 攻擊力直接加30 你絕對沒什麼對不對 如果VMAS打300的話 加30剛好就夠了 可是其實基本上 這張是配小噴火 因為它墓地有一張單地 攻擊力加50對不對 沒錯 那你如果四張的話 打多少 300 哇 超級痛 如果你這回有開過單地的話 攻擊力是330喔 可是人家搭吃你 只要一張獎勵卡而已 只要一張獎勵卡而已 對 我覺得很賺 有有有 喔 藍莉的劍音各位 欸這還蠻帥的欸 火系專用的 它第一回合先攻喔 可以直接使用第一招喔 丟掉全部手牌 重新抽6張 欸好強喔 有嗎 欸它可以配小噴火龍欸 喔倒可以 好像可以 你把單地丟掉就好了 欸 哇 奇哥這個combo 無貨盲點 欸有編了啦 來 欸這個蔥油冰 強嗎 老爹喜歡他 因為畢竟鬥戲了 搭配彩鬥的話 也許有搞頭啦 你看 只要他在前排的時候齁 對方的支援者都會變成什麼樣 抽3張 只能抽3張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後排被人家反目老大 全部變賀譜 有什麼東西 達摩 對啊達摩菲菲 欸我個人覺得你這盒偏雷 不是啊我保底還沒出來啊 任務不一定 這個鋼 貼在剛系寶可夢齁 沒有弱點 有了什麼東西 剪得有點快 有編了 各位看一下 可是感覺不是保底欸 看一下喔 呃 我贏了 齊哥贏了 不用看了 齊哥贏了 真的不用看了 我覺得我應該輸了 我的達摩菲菲 有3張全部都送給齊哥了 哇 欸這個就是所謂的鋪商流嗎 對 你看各位看一下齁 配給我們的VMAS齁 後排全部打30 如果你打在V和GX身上的話 風擊變60 所以他只要3下就收掉 基本上姐姐那些都跑跑不掉啦 3下就好 哇糟糕我覺得我會輸了 除非我現在報配率我才會贏 不然我沒有機會 你已經輸了 好啦那我的達摩菲菲就交給你啦 一手 以後入普 他在前排的話可以 對方全場都扣10滴 特性而已 所以你有兩次的話 你要交換另外一個再發動特性 全部再扣10滴 最後一包啦 你沒有報配率基本上就 東門競技場齁 進化VMAS 補先補100滴 好啦 我們的最後一包了 我剛看到有邊 希望可以反敗 哇 哎呀 虎弟啊 我看還蠻帥的欸 看手牌打傷害啦 所以對方手牌多的話打得越痛了 我只在乎而已 喔 我的達摩菲菲 總之這就是今天齊哥跟芒果的開盒 我們稍微把牌整理一下 對 給觀眾看好不好 那基本上呢 這就是齊哥今天的開盒 我是開到的這張啦 這張真的是神的啦 我跟你講 V卡 皮姐SR的夠強 還有VMAX 然後呢 這是芒果的非洲盒 欸我才7張而已耶 真的大輸 真的大輸 你今天真的大輸喔 輸爆 好啦 但至少我覺得這個盒子真的是夠帥的 這個卡套一整套了 齊哥一定會用這個去打 那我們就進個Ending吧 今天呢 這是齊哥的日版的開箱 那沒意外 10月9號呢 齊哥也會有一個大數據開箱 但是這次齊哥的大數據開箱會稍微不一樣 這次齊哥開的不會那麼多 喔 我開12盒 一箱是24盒 我把剩下那12盒呢 捐去老爹的公益賽事 10月9號在拍拍站呢 有一個老爹60萬訂閱 那我讓有來的觀眾呢 畢竟當天是發售的第一天 那下午來的觀眾呢 只要有獎200塊的就可以來抽獎 那你抽獎的就有機會抽到這12盒 齊哥算是把幸福分享給大家 可以吧 掌聲鼓勵 必須好好的去推廣一下 我們已經追上日版了 我們已經完完全全追上日版了 我們是世界上第二名 真的太猛了 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我必須為大家謀一下福利 而且紀念一下這一天 基本上他只有一代 所以這次的內容物不會那麼多 所以其實你12盒大概就可以看清楚 配率是怎麼樣 那有時候我應該還會再找芒果尬包一波 然後再贏他一波 給他機會復仇啦 我覺得那些人物應該都是他送出去的那幾盒 可以不要這樣嗎 我們其實蠻想要冠軍是單地的 那總之呢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記得訂閱我們芒果的頻道 因為呢 看專業戰術的就是看他的頻道就對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